哈囉 大家好 我是Nicole 我這一次呢 要分享介紹的產品呢 是關於寶寶 專門在用的 恩 應該是說 跟大家講 小朋友的肌膚 其實真的剛開始出生出來的時候是很嫩的 所以呢 他不像我們大人的肌膚已經算是被摧殘過那種感覺 誇事法啦 外在接觸的東西就是會引起寶寶的肌膚過敏啊 不舒服之類的問題 像是小朋友的排泄物可能小便 大便 因為常常的話 長時間啊 被包覆在寶寶的屁股那邊的話 是說真的 會導致會有刺激 紅腫 癢的問題 所以呢 像我自己是女生嘛 那我生的小孩是女孩子 所以我自己可以感受得到那種私密處 肝癢 或是悶 紅腫的那種不舒服的問題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小朋友 他們就是不敢大便 或者是大便的話 他不敢跟爸爸媽媽說 因為他知道會要用濕紙巾擦嘛 所以會很痛 會很不舒服 所以導致他們不敢講 所以呢 身為爸媽的人 我們自己就是要先提早先去做這些預防 那我這一次呢 要介紹這一罐 超美的 而且他的那個蓋子啊 是用那種原木的設計 就是森林系的味道很重啊 有沒有很療癒的感覺 那這一罐呢 哇 我自己看到的話 我一定會買 因為真的太可愛 太漂亮了 尤其是那種媽媽 就是滿足媽媽的虛榮性 他這一罐是溫柔日光寶寶尿布霜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他裡面 他裡面是這樣白色的 給他們大家看近一點的照片 那他這一罐的話 是來自英國 而且呢 是英國皇室愛用的品牌之一喔 他呢 是全部都是有機成分 可以安撫寶寶皮膚 避免尿布疹或是發炎的問題 皮膚科醫生認可 這是低敏感的 適用於新生兒或是孕期的女性 那使用的方式非常簡單 就是換好尿布之後 塗抹尿布疹的肌膚的部位 就是直接把它塗抹在上面 直接再把尿布把它黏好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就是 抹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是已經算是形成一個保護層 可以隔絕尿尿還有跟扁扁的部分 這樣子的話 其實寶寶的肌膚 就比較不會引起尿布疹的問題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介紹的話 可以去上網搜尋這一罐 這一罐的話其實就是 它的容量我覺得還蠻中等 但是它的價位 你可以在它特價的時候買 我是覺得一定要囤貨的 那質感是真的非常好 而且它又是玻璃罐狀 它的用量其實還蠻省的 就是薄薄的一層這樣塗上去就可以了 不用說到那種很厚的 可能要什麼零點幾公分那種不用 就是薄薄的塗不上去 我個人是真的還蠻喜歡這一款的 因為它真的是除了漂亮 有用 後來呢 就是對小朋友的肌膚也不會造成負擔 像我女兒她看到這一罐 她會自己拿來看耶 我真的很怕它打開來吃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本身就也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我老公他自己聞到的時候 他也覺得 欸這一罐真的還不錯 就是 它味道不是那種讓大人聞到說 哎呦怎麼那麼濃的那種香料味之類的 其實香料 其實大人聞到也會覺得說 不敢塗在小朋友身上 它這一罐完全沒有 所以你們大家做家長的 你就不用擔心 如果喜歡這一個商品的話 記得到我下面有放網址 還有產品的名稱給大家看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要訂閱加分享出去喔 還可以到我的臉書粉絲團去按個讚 可以關注我喔 可以獲得最新的資訊喔 那下次見囉 掰掰